你好 财经揭露 江志瑜 大家好 我们出街那天是1月14日或者15日之间 当然你今天听的新闻就很精彩了 比如说刘鹤已经去了美国准备去签署了 美国那边也说要把中国是一个货汇率操控国的地位 就出了那个名单 就说观察名单 那个观察名单是很多国家的 就是他很多民国都放进去观察名单 是 江志瑜你怎么看 那不要介意 因为我们这些炒股票炒到这么多年 我们觉得一点都不刺激 也觉得有一种食之无味 弃之可惜 面对这些消息的时候 因为都说了很久了这个消息 那什么要冲上去啊 爆上去都爆了的了 是啊 那都是那样东西大家千万不要低估那些超级大户啊 大户啊他们收取信息的能力 是比我们散户高出很多倍的 就是所谓他们真是春光鸭来的 下面有暖流他们知道 是不是 那吃完那些小鱼 那跟着都拔完那个扑要走了 那些消息就出来了 那所以 所以 就是我们没有能力知道 那但是他们的能力就很高的 已经做完了了 那但是呢 所以呢 有时候呢 我们要了解他们的想法是怎么样 就是跟随一些的指数啊 汇率啊 金价油价的动啊 来做交易 多过跟消息做交易 这个呢 就是高级的散户 和这个初级的初学者的散户 不同的地方 就是 就是 在股票罕金可能还是很多人问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为什么会升啊 为什么会跌啊 其实 就是那些 那些 在那里耐的人呢 其实呢都心里有数了 虽然大家都是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签 是不是 但是看见股价 大家心里有数了 就知道 现在这个阶段 究竟是半年货 和家人 约吃饭好一些 还是继续炒股票好一些 这个啊 那我们看一下这些图啦 今天有这样的消息出 那看一下人民币的大图先啦 ok 就是长一点时间那个 是不是 长一点时间那个 没错 那画面呢 出了一个 百年的 人民币图啦 是 是 那你见到呢 最右手边 就是这几个 这几个 这几个 这个月的动 那这个应该是 每一支 代表一个星期啦 那你见到 美金 对人民币是创过新高的 啊 穿过七的 那现在就是 慢慢开始回回了 啊 那就是人民币升 是啊 就是 就是 美金 自己开始下跌了 啊 那 那 这个人民币操控各个消息 当然是对人民币是一个好消息啦 那我们看回 今天人民币的反应了 那 那 这张大图呢 最右手边 那支竹那里有很小 很小的 刀在底里 啊 就是 经过那个低位 抽回上来 结果有个刀 那这个刀呢 就是今天做的 应该是 那我们看今天的图 因为呢 刚才那张图 就是 几年 就看不到 那个刀 不是很清楚啊 我觉得那个刀 那我看一些时间 那个位 就是 用 逐小时计 那个 就可能好看些 那 因为呢 我们看图呢 首先要了解 大趋势先 就是大趋势 就是以年计 那个样子 究竟现在是高位 还是低位 那现在人民币是属于低位的 是很多年的低位来的 那所以呢 人民币是最低的 是的 没错 相对真的很低 真的很低 他已经6.3 6.2毫多 对美金 现在 他最低是7.1毫多 好像是 是啊 没错 那现在你就弹回穿七了 就是站稳 你可以说一句 人民币是叻仔 你趁美国减息 我就跌穿七 你和我打贸易战 我跌穿七 我就 我的货便宜了 我就抵消了 是吧 你加了我 关税 那现在差不多 谈好 我就升了一些 因为始终他人民币国际法 跌穿七 就 向其他兄弟国家 一老一大国家 交代不了 是 是 是 现在是六个八毫多 是吧 没错 你见到那条线一直插进来 今早里 拿下去就马上急上去 那就是人民币 现在站定位置 六角九以下 是啊 六角八十多了 如果看很长线 比较长线以年计来说 我相信人民币是一个比较低位 人民币回升了 令到超超买的美金 超买的美金 超过超超败的美金 改变 obrashow 就很正常的 即是说换句讲 今天有个消息出 人民币대 MERDA MI разг,是升完之后 一个反弹一个获利回驟 短线来讲人民币是会获利回驟 这期再升法就是很正常的动作 所以没啥特别 但我们现在看到人民币 开始已经获利回渡 应该是开始,所以都是那句,那些大哥有好的消息出来 其他散户基金经理就去买的时候,他就喂回货给你 这些都是很standard的手法 好了,接着看看港股,看看我的国企指数 等一等,有个国企指数是hshare,在这里,出来了 十天的一小时,我特意用国企期货,因为对人民币比较敏感 如果你看,我没有给大图你看,那幅大图跟上周差不多 恒生指数和国企指数都是在超买overbought的时候 你看到h股指数就出现了一个跌幅了 今天一开始冲过上去11500那里,现在下回来了 都拿了120点,其实都挺多的 都是那样,好消息就喂回货给你 因为以断月计来说,现在是属于比较高的位置 其实大家都要慎防,它是会有机会调整的 还有个别之前强的港股就开始转弱了 例如什么瑞星那些,上次我们上个星期说的时候 已经有人唱好,然后就堆下来 现在堆得更深,这些股份是有的 比较弱的那些,例如地产股,银行股 然后就拉上去 那我看一看,941是不是做蓝灯笼先 我看一看很快 941中移动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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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那都是尝试射回去那些阻力位那些68元那些位 那现在在做65.8毫半 那那趋势仍然的趋势都是有少少是向上的 那小心啊,这个会不会是今次的蓝灯笼呢 升到最后是他呢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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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 就是 那我们看美股那边 其实我现在看贪指报的数字跌了20点 其实是一个好消息 怪怪的 其实还有一件事,现在还没签的 签的时候会不会更加震撼的情况,他们能够成功地更加将手上的负沽多些出去呢? 这个我不知道 可能是大家要期升的时候,他不升 可能是这样 好的,那我们看美股先,US stock 是的,我们 我给了很多种图给你 里面呢,有些commonity,有些金,有些美股股票那张 那张先 我看到,总之一大堆东西 是不是又有阿里巴巴,又成的,Cisco 那张不是那张科技股,这张前些先 那张是科技股来的,因为那张太多东西了 就看一张小一点的,好好好 那这张呢,有铜,有美金 也有些铜股,那我们先看看 是的,我们先做一点温习 因为上个星期说的时候,正正就是 美国和伊朗上开火的样子 是吧? 金架又扯到上顶 那时候我们已经说 就在那里说,我们作为一个散户 真的不知道战场里面会发生什么事 是的 是的 我们不知道 那最基本的动作就是 就是,长远的金价 长远的金价 是看一些长远的因素 例如,美金长远行不行 我们整个金融体内 有没有一些很大件的把握情况 那些就长远是驱使黄金升还是跌的 短线就是一些小战役 突然之间,特朗普拍台 说一句说话 或者突然之间,射了个飞弹出去打中谁 那些就比较短一点 现在更多了一个疫元素 很抵死 我当補充说几句 现在是美国中了飞弹不认都是一个因素 哈哈 啊,好嘞啊 这个 你明白吗? 他中了飞弹死了人 不认死了人 那我看到这些血淋淋的照片 我有收到类似的照片 没错 没错 他很大机会是死了人 不认 但我们散户 始终就是即时没有那个东西 没有那个资料 他说没有死 市场又跟着他炒说没有死 然后推上美股 那怎么样? 那他说不打 总之就说没有死人 但是其实都很无耻的了 就是 你美国整个国家 人家炸你军营 跟着 都说军营等于你自己的 的领土来的嘛 人家侵犯你领土 等于 那你都说不打的 那就无耻了 但是那时候的市场就说 不打仗了 反升了 杀了那些淡油 就这样了 这个世界真是 叮你个废 做孖展输了 要斩仓的 那这次真的没有了 这次 是呀 都戳了 所以 所以 一锅都戳了 跟着就带了 他自己相关的财团 就带了 是 所以 这些东西 短线真是 短线很难炒的 变造孖展 还有就是 就是 就是 用一个 可承受的风险的钱 来做一些 长线投资 希望能够 就是 拿一个比较大的利润 比较合理 就是 我可以坐得 被那些奸人 陰一陰 那我都可以坐着 是吧 那将来也有回报 如果被人斩了 只能为牛熊症 被人吃光时间值的 那就没有仇报的 这些 好了 那看回张图的左上角 那你见到就是 因为我们是一个星期前 发生的事 那USD 你见到 即是 美元指数 那在中美之间的瓜葛里面 它是 在那个时候 就是 转角了 那 弹回上来 97点多以上 那你见到 它都是在一个下降轨那里 那里 所以 你说 美金能够摆脱的弱势 其实就不是 只是当它是一个反弹 那 其实这个情况 在 我们上个星期录音的时候 那 那 冲突出现的时候 其实很多东西都反过来走 那一晚就反过来走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这个 CAPA我们不再看一次 我们看黄金 最右手边的GLD ok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他说的176 146 145 这个是黄金的ETF ok 所以 报价就不等于 外面 我现在报1500多黄金的价钱 但是 你见到也是 在高位回落 ok 那就 试着 这幅图的145 之前的阻力位 现在 有机会是支持位 可以回落 特朗普那句 那句 不打仗咯 我们没有死人了 那一刻 回了下来咯 没错没错 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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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回得挺狠的 如果在一时之间 4-5% 4-5% 那里 那里 是啊 挺厉害的 如果你是投资的 就你预算了 你预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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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是投资的 你预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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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真的 那下面 有个叫做QQQ 就是科技股的ETF 是 科技股的ETF 对大人来说 简直是一个噩梦 因为它什么事情 回一回都是升的 啊 都是升的 那等一下我们看看这些普遍的科技股是怎样的 但是真的这一只东西暂时来说不可以欺负它的 那我们继续看啦 那 好了 我们在图的中间那一格 那里有个叫做USO 是 画面出了一些USO油来的 这个是油价 那你看到呢 比起之前黄金那些是跌得狠的 很狠的 即是黄金其实站在那里 其实是挺好的 USO油呢 就不OK的 其实你看到它很勇猛的 那样拆回来 比起半年前的高位来说 它已经进回去了 那就不同黄金 一浪高于一浪 它现在这样拆下来 大家小心它会做低一点的 所以以图比较图来说 我就觉得长线投资来说 黄金这一类就好过油 因为你真的坐得定 油就真的不知道怎么坐好 因为它上升趋势不明显 而且永远都是那样拆上拆下 我都不知道怎么猜它 它什么时候上去什么时候下 而且它有政治因素更多的 譬如说 举例它们经常都不想 让油价升得这么高 便宜了俄罗斯 俄罗斯是它市场操控者的敌人 油价升得高 俄罗斯在军事上更加多钱去打仗 它们很不想 所以油价他们有很多方法 不停按 不停按 所以你 其实 大趋势 油价没有跌穿2016年1月的位置 始终整天都动不了 所以 我们作为省会认 基金经理 基金经理就说 我有成亿的组织 那样样东西要点点石油 我们不用的 我们 只要投资到几样东西 是有得升的 那已经帮到我们很多了 整个组合 下跌的没有粉 升的有几只有粉 已经帮到我们 所以我们作为省会 尋求一些 不需要那么拘束 一定要买什么 一定要买公用股 买什么股 不需要的 总之 哪里有犯开 又觉得它可以长声长有的 埋位就可以了 明白 下面就是30年期债券 OK 偏套那个 是 最低的 最低的 ZROZ 你看到这个 就打横行 就像是有机会 在做底 那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就是 和它一配的就是 美国的WIS 即是用一些收租物业 用来收了一些租金 然后派给你的基金 的WIS 即是类似 这个 我们香港的823那类 政府基金 那类 不是不是不是 那些是 领会 说错 类似领会 类似领会 那些 这些 这样的防守性的东西 在美股来说 有什么意思呢 就是 当指数 发发声声的时候 而这些站得稳 就是准备有机会 股市开始调整的第一步 第一步 不是立刻 第一步 这个第一步 我觉得是 所以 其实 美股今期升浪 已经去到一个位 这些三十年期债 或者一些安全 安全的避险的东西 就开始有动 留意 会不会回来六年之后 就开始调整 大家看 这个我也不知道 总之 就有少少的警号 好了 最后 最后看 就是最左上角的 就是CAPA 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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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PA 就开始穿半年的高位 是的 通常CAPA 就是通胀 就是 社会 那些是要收桥起路 经济开始过热 那 这个就比较特别的 就是 各样东西在这个时间 都是获利回套 那CAPA就不是了 那旁边的CAPA 就是CAPA的股票也都开始 那 那 现在 整个局来说 TOMOLITY 就是轮流炒作的 金 玩完又用CAPA 又玩铜 又用铁 又用铁 那 而美股的科技股繼續向上升 所以大家有不同的節奏 但是留意哪個是頂 哪個是底 這個是重要的 還有事實證明我們上次所講的就是 上個星期說到是小心小心 然後黃金這些避險的東西 趁著壞消息推上去之後就急急回落 怎知道真的是這樣 好 接著看科技股有多威風 好 等一會 科技股在這裏 是 看哪個方向 其實這裏都是明星級的 大家都會認識的 其實絕大部份都是破頂的 都是四十五個角上破頂 OK 那不如我點一些不是破頂的先 好嗎 Cisco你見到哪些 Cisco就很差了 我們畫面見到Cisco 樣子衰衰的 我畫面出了六個圖 另外五個都 Apple Adobe Apple Material Facebook 阿里巴巴 全部都是向上的 但是唯有Cisco 因為Cisco被華為打到 是 還有一個比較特別的 最右邊上角的巨人 Amazon 是 Amazon是比較差的 OK 是是是 是 那個位置回落又彈上 但彈上又彈不回以前的高位 就是和我們其他看的那些 45度角上那些其他圖 它是不同的 是 那第三行的 數下去第三隻呢 叫做Netflix Netflix 是 合理的 因為 它只是做娛樂而已 大佬 等於美國版的MyTV Super 沒錯 我覺得 都不知道為什麼它叫科技股 是 它其實是一隻普普通通的一隻 娛樂 娛樂媒體股 現在變了 就是網上媒體股 但是你推到它是FANANG 是 其實它是沒有資格的 我覺得 是 那另外一隻 它旁邊那隻叫Telstra Telstra 瘋了 昨晚 昨晚升了 5% 這個呢 叫做看好中國 因為它 它很快 搞了一年多 就 建好在上海那間廠 那些人就說 哎呀 在大陸的市場裡好啊 很好啊 經常說這些 是 牛市 你找些好東西來講 就會升 那最後呢 就是 最下面那隻 特朗普的老友 Twister Twister 其實股價真的很難 真的 45元 早幾個月 現在只有30多元 為什麼不差呢 Facebook又沒有東西啊 不懂啊 我不懂啊 不明白為什麼 我自己玩的股票就會知道 不玩的股票 我都沒有時間看它 難以明白 難以明白 怎麼看它啊 那 那就是說 我剛才說那幾隻呢 是比較差一些的 其他那些全部 上升 全部都45度角啦 類似45度角啦 30度角又有 45度角又有 總之 全部都好像 可以啊 歡樂天地咯 過山車 但是它又在上去的時候 對啦 那就算差呢 那說差那些都不是什麼急跌 只不過打橫行而已 那通常市不OK 那我相信 當它有問題的時候 這一堆圖表呢 應該我們會看到一些東西的 就是 有沒有股票急跌啊 有沒有股票跌到很慘啊 沒有啊 現在沒有啊 那 那就是 永遠都是趨勢自朋友啦 那 就算我怎樣不喜歡 怎樣覺得你壞也好 你這樣的趨勢 我都不會 走來孤空你啦 不要搞啦 我的荷包 散的這樣搞法會 那所以 大家都是 摺在一邊吃花生啦 那 如果覺得自己是 魏高人膽大 又喜歡 炒一下玩一下 的 經常走過去 喜歡打一些麻雀仔的 那你自行決定 這樣籃不參與 那麼 好實說 我自己本身是喜歡打麻雀仔的 我會 找一兩隻 一兩隻心頭號 走去 如果不可以就止虧了 那這個是我自己做法 就不代表大家 因為 每個人的性格 和情況都不一樣 那麼 都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都是那說 好像科技股這些升得厲害的 很吸引 真的很吸引 但是都是那句 我不知道它什麼時候收過雞盤的 總之到時一天一天有什麼問題的時候 就真的考大家的功夫了 如果參與了就不跳蟹的話 就真是萬一血本無歸 就不知道怎麼辦 我以上的不是投資意見 純粹就是剝花生吹水 大家的投資大家要風險自負 我們講到這裡